眼前正在指导孩子们进行热身运动的女孩名叫陈彦廷 作为一名80后台湾青年 陈彦廷已经拿到世界跆拳道联盟国际黑带无端认证 并在台湾指教了十多年 2018年他放弃台湾的高薪 来福州创办了自强跆拳道馆 在他看来在大陆创业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日前记者在福州约访了陈彦廷 出生于1988年的陈彦廷在台湾是资深的跆拳道教练 来到福州之前 陈彦廷原本打算在台湾拍摄一间属于自己的跆拳道馆 不过苦于台北的激烈竞争 开道馆的事迟迟没有进展 2017年陈彦廷应邀来到福州参加交流活动 表演跆拳道 表演结束后 有家长过来咨询他是哪家道馆 想给孩子报名 这次福州之旅让陈彦廷发现 大陆的市场很大 2018年他放弃台湾的高薪 与好友张亚文来到福州创办了自强跆拳道馆 我们两个女孩子过来 那其实也是也是告诉自己 既然从台湾这样的地方到大陆来 那也是告诉自己要自己要能够生存 你自己内心要够强大 这个名字其实也告诉自己说 你内心要够强 自己的团队要够强 然后你的你的整个整个道馆的这个氛围 才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然而白手起家的创业之路并不容易 在大陆对陈彦廷来说 一切都是零开始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陈彦廷专注于提高教学质量 积累口碑 事业也就渐渐打开了局面 短短四年时间 陈彦廷和搭档张亚文通过自身的努力 自强台阶道馆已经有了一间分馆 学员有80多人 未来可以再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出去 比如说台湾的家庭也好 或者说当地这边的认识的家庭也好 那看怎么样的去做结合 把我的道馆的这个理念 把它扩大出去 那我也是希望未来 台湾的家庭他们看到这边的 就是虽然疫情这样的状况 我还是能够从一间馆到两间馆 这样子的去拓展了 那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样子的 看到我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可以看到大陆这边的市场 那我也希望说他们可以跟着我一起过来 这样子 2021年7月 福州出台关于在荣旧业创业台胞住房 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实行 今年1月18日 陈彦廷和搭档张亚文成为首批申请到 台胞公租房的台湾青年 经过近四个月的准备 不久前 陈彦廷和张亚文正式搬进了 福州市的首批台胞公租房 他开心地说 未来的日子就是扎根福州 安居乐业 心里会比较踏实一点 因为我们其实从18年到现在 汪道馆跟家里 加起来我们搬了四次家 我们心比较踏实 就是我不用再去烦恼 我住的地方 我住会不会有问题 那而且这样子的一个福利来讲 我觉得让我台湾的家人还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这样有 政府有这样子的政策下来 对于台胞台青年来这边创业也好 就业也好 他是有 至少说有一个保障在 也不用那么烦恼 近日第二届最美福州青年 先进典型名单公布 来自台北的陈彦廷 获得了十佳青年创业之星的称号 陈彦廷表示 道馆未来还会扩大规模 十佳青年创业之星的这个奖项 让他更加坚信自己当初的选择 没有错 也哭过 也难过过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我有点忘了那时候的感受了 只是说一定要跨出来 你要去尝试 真的是实际的去做了 如果有想要 想要到大陆这一块市场 不管是到哪一个省份 或哪一个城市 其实你一定要跨出去 你一定要先去尝试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 是不是像人家所说的这个样子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